大家好,本團隊研究的主題是駐建藝書中師郭長喜 開始介紹專題前先來看一段小小的介紹影片吧 在一個因緣機會下,參加了專題製作競賽 於是想藉由這個比賽,了解郭長喜師傅精湛的人生 參訪的過程中,了解到郭師傅求學的心路歷程 兵器的演變與由來,和製作刀劍的程序手法 而堅持到現在的動力,除了求一頓溫飽以外 郭師傅還認為他擁有這項才能,都是上天賦予他的 因此他時時提醒自己不能忘本,不能辜負上天給他的這項技能 現在我們進入主題,本專題目錄包含有 1.摘要 2.穩先探討 3.專題設計 4.專題結果 5.討論 6.結論 摘要 菜刀被每個家庭所需,基本而被忽略 卻不知一把刀是如何從一塊鋼鐵變成一個銳利的刀鋒 決定去一位傳承三代家業的人物 他從13歲就跟著父親加入鐵匠的行列 60年如一日,每日早起手持鐵錘 站在高達千度的火爐旁,插打出令人讚嘆不已的藝術品 他曾榮獲大敦工藝師第一名,斷造出青銘劍,從現世傳已久的摺疊花肝文 鑄造出傳說故事中才存在的乾匠墨寫 他正是鑄建藝術宗師郭長喜 文獻探討,研究動機,在專題製作課程中 老師以行動學習、PBL方式,並利用團隊合作去引導我們 主題以在地人物介紹為主,組員們蒐集各式資料 期間我們找過舞團團長、商場老闆、製協廠廠長長 但發現這些主題非我們想要傳達的意念 最後我們決定以在地的一位師父 這位隱身於平凡的漁港中,卻秉持著不平凡的精神 堅持敲打出令人讚嘆的藝術品 研究方法,我們的研究方法分為以上四種 文獻分析法、實地訪談法、問卷分析法、至公導覽 研究流程,一開始先擬定主題,然後決定研究動機及目的 再來設計研究方法,透過文獻分析、實地訪談、至公導覽、問卷分析 彙整結果後,將結果製作成網頁及APP 專題設計、網站架構,我們的網站分為七大架構 長喜人生,名家建賞,新傳教室,藝文館 獨步全球,眼見為平,關於我們 設計理念,利用基概所學Fresh,將卷軸、水墨畫和刀劍轉化成人劍 並運用補肩動畫做移動,讓劍從水墨畫中漸漸浮現出來 並運用Potoshop及Ginweaver以捲軸當作背景 零冰葉,利用古代捲軸與水墨畫再加上高光劍影的動態效果 以襯托出帥氣的感覺 網頁內容,以捲軸當作背景再加上郭長喜師父著名的親民劍 與風喜翔劍當作標題與花邊,並運用書寫體以襯托出古老的感覺 混卷分析,從結果瞭解大部分中老年人對於藝術兵器的文物較為感興趣 探究其原因,得知文物館中的藝術兵器 皆與歷史朝代的演變有著相互的關係 再加上文物館內也擺放著早期的農業用具 因此對於相對瞭解歷史演變的中老年人來說 不但是種回憶,也是種懷念古物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藉由網站推廣,讓大家認識郭長喜駐見藝術之美 專題結果,這些是本專題首製作的成果 分為中文版網頁、英文版網頁、APP 我們將專題結果製作成 中文版網頁,以捲軸當作背景 再加上郭長喜師父著名的親民劍與風喜翔劍 當作標題與花邊,並運用書寫體以襯托出古老的感覺 英文版網頁,一樣是以懷舊的感覺為主 以竹子當作花邊,風喜翔劍當作標題背景 襯托出古老的懷舊風 行動學習,在這個部分我們製作了一個APP 將網頁的內容變成手機版的 讓使用者能更方便瀏覽我們的網頁 APP我們針對中老年人的部分 新增語音導覽功能 在英文展覽畫面中,點選導覽小幫手 手機會跳出掃描QR Code的功能 此時對照展覽品上面的QR Code 會顯示作品的導覽頁面 在語音播放同時,也能做圖片瀏覽的動作 除了能用看的去欣賞藝術 還能用聽的方式讓使用者深入其境 對中老年人也有相大大的幫助 大大增加APP的實用性 討論 1.文化扎根 2.文化資源 3.多元創作 4.影像加值 5.塑造品牌 6.走向國際 結論 說到傳承,郭成琪師傅說 有興趣來學的都會加 因為師傅說現在這個傳統技術越來越沒落 因此我們希望能透過這次專題競賽的網站成果 介紹這位在藝術兵器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師 網站內會整流過長期師傅的學藝過程 得獎名作 打鐵知識 文物館藏 獨特技術等 讓傳統技術用現代科技記錄 並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再次喚醒大家對於傳統技術的重現 網站內亦能給予相關產業會教育使用 進而提升對傳統工藝與駐建藝術的素養 本專題報告完畢 我們是駐建藝術中師郭長喜研究團隊 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可以 弟兄 感谢观看